歡迎來到米高電玩大本營,我是Michael Title E-Quest 2 Mini 這部懷舊街機 因為旋轉屏幕及更加大的機身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這部迷你街機推出大半年後 終於都退現承諾 在2022年12月22日推出擴充遊戲用的SDG Arcade Memories Volume 1 不過定價由於偏高而為人救病 包裝採用類似Switch遊戲的設計 合共收錄了10款遊戲 現時購買遊戲本體還會捆綁遊戲攻略本 及一套遊戲迷你展示卡 究竟這款Title E-Quest 2 Mini 的新遊戲 值不值得這個價錢呢? 日本亞馬遜定價大約8000日元 但對於我們海外玩家而言 還要給多1000日元運費 就肯定會多一重考慮 之前就已經有不少人批評遊戲定價太高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subscribe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 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米高電玩大本營需要有你的支持 不過遊戲最近竟然靜靜地做快閃特價 最便宜就只需要6617日元 雖然現時已經回復正價 但如果想買的話 就不妨留意一下會不會再做優惠 至於玩家為何會對這款遊戲擴充卡反應冷淡呢? 以往這種懷舊mini機推出至少30款遊戲 只要你有8至10款你想玩的話 一般都會很大機會買 而今次這款遊戲擴充卡 只有10款遊戲 選擇上雖然不敢說全部都是冷門遊戲 但數量上就真的太少了 還有的是 起初我還以為只要賣得好的話 書刊和迷你展示卡的版本 很快就會賣掉 然後可能就會出現單賣遊戲的版本 結果直到現在仍然有貨在賣 因為一般來說 印刷品賣完的話 翻印的機會應該是很低 但直到現在仍然還有 所以銷量恐怕就應該不算太好 而且對很多人來說 這些懷舊遊戲的價值 本來在他們心目中就不算很高 因為要在網上找到根本就不算難 雖然下載遊戲Room的行為是有不少的爭議 但事實上有不少年代狗影的遊戲 開發商都已經倒閉了 亦都很難以追究版權垂屬 玩家要玩到這些遊戲 就確實只能靠這些網站 而Title 作為一家歷史悠久的遊戲生產商 亦都靠Square Inix 收購方式得以存活 模擬它手上的作品亦都成為重要的資產 亦靠這部Title E-Q2 Mini 賦予新的價值 這組賣遊戲擴充卡的方式 以Mini 主機系列來說都算是首創 亦都延長了Title E-Q2 Mini 市場上的壽命 不斷為這台主機注入新的動力 現在賣的Arcade Memories Vol.1 就只有十款遊戲 雖然是這樣 但稍有年資的玩家 當中必定有一兩款是你玩過的 大劍士 玩家使用操縱桿和三個具有不同 命中級別的按鈕盡能控制 在日本 GamerGashen 在1984年9月1日在一期雜誌上 將大劍士列為當月最成功的卓上街機遊戲 黃金之城 在當時是一款非常受歡迎的街機遊戲 玩家需要遇到敵人時 善加利用短劍和盾牌 入最佳時機將敵人的裝備擊毀 當時比較有趣的畫面 就是遇到女性戰士時 很多玩家都選擇不會將其一擊被命 而是漸漸地將其規格脫下來 Snap Fight 這款遊戲在1986年推出街機 並且在1993年移植到Megadrive 雖然在日本製造的街機版數量很少 但Snap Fight 被證明是很受街機玩家歡迎 但它在西方地區的雜誌裏面 就受到波變不一的評價 特別是家用機版 現在終於以完全移植的姿態登上Title Egress 2 Mini 大旋風 遊戲最初先推出街機 考慮被移植到Megadrive PCN展和PCN展的City Room上 遊戲擁有特別隊友形式的炸彈機制 按下炸彈的按鈕 隊友就會組成一個堡壘陣式 包圍和保護玩家 甚至可以引導他們進行神風禁四對攻擊 普里路拉傳說 普里路拉傳說是一般1991年發行的動作街機遊戲 這個遊戲可以被移植到日本的FM Townsmarty Sega Sutton PlayStation 和PlayStation 二代 其中日本原版就有一個區域 會有一對巨大的女性長腿伸出場外面 不過這部份國際版已經刪除了 Grid Seeker Grid Seeker 是由Title開發的垂直射擊街機遊戲 玩家控制三種不同的現代戰鬥機 便可以使用Grid的防護槍收集敵人的子彈 當吸收到他們的子彈時 計量表就會上升便可以填滿武器的能量 攻擊方式就會因為玩家的武器而有所不同 Riding Fight Riding Fight 是一款以未來犯罪為主題的強制捲軸動作遊戲 玩家扮演賞金獵人在乘坐懸罰版時 必須擊敗其他逃手或手持武器的敵人 遊戲支持雙打模式 地下城魔法 遊戲最多四名玩家同時玩 便可以在四種不同的角色中選擇 包括騎士、武術家、精靈弓箭手和法師 武器共有三種不同的元素 包括火、冰和閃電 對於某些類型的敵人造成更加高傷害 除了有角色各樣的武器之外 還有眾多分支路徑和陷阱 玩家必須多玩幾次才能夠看到所有的隱藏房間 逆輪彈 遊戲可以選擇三種不同的戰機 雖然表現及不上一些知名的作品 但出色的背景音樂為遊戲欠缺不少分數 這款遊戲曾經在1997年移植到世家的徒星 但移植到相當之差 2005年 這款遊戲再次出現在PlayStation 2代的Title Legend 2合作中 質量相當不錯 今次Title E-Quest 2 Mini可以說是第三次移植了這款官方認證的遊戲 I-Cup 驗後俄羅斯 遊戲玩法類似俄羅斯方法 玩家必須延動石塊、木納衣或寶藏互相抵銷 這款遊戲曾經移植到多款遊戲主機平台 可見這個受風型的程度 而款方遊戲發售的這款電擊Title Station Vol.2 尺寸是A4 Size 32頁的彩色印刷 主要是以遊戲的攻略為主 可惜裡面連一些遊戲設定的原畫都沒有 令到這本書的可觀性大減 另外這些迷你的展示遊戲卡片 對於當初只買了正機版的人來說 空置了的機台展示膠版終於有用了 對於海外玩家來說 我認為Arcade Memories Vol.1 的價格仍然是偏高 減1000日元左右我認為就比較合理 計算來說平均40港幣一款遊戲 仍然有意是不是買的玩家 可以考慮特價時才買 而且我認為應該很快就會降價 想買的話不妨留意多一會 雖然這些遊戲網上不難找 但作為收藏外耗者 或者想玩官方認證的遊戲 確實Title Equest 2 Mini 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銷售途徑 給玩家選擇 至於以上的十款遊戲 有些我早已在模擬器玩過 而今次能夠玩到官方移植版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呢 玩上來時操作性和順暢度是比模擬器好 官方可能有為一些遊戲有作出修正或調整是不奇怪 最後想說一下 已經有消息傳出Arcade Memories 系列 是會推出Vol.2 不知道大家今次最想官方收錄什麼遊戲呢 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片有用 記得like share 和subscribe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記得按鈴鐺 以便有新片系統就可以通知大家 下次再和大家分享更多遊戲消息 字幕志願